這個雙北市共同生活圈 這個是一個不正的事實 事實上我們兩次在首長成績常常都有意見交換 在我們1月底像環狀縣中環段的通車 這表示說其實首度生活圈或大臺北生活圈 其實都是需要彼此合作 這個已經到了存亡齒寒的程度 所以是一定要合作 特別是這次疫情 我們大概定調是雙北合作 資源共享、政策一致 我想大概就是雙北一定要合作 首度生活圈、大臺北生活圈一定要 事實上資源一定要共享 因為從防疫旅館、防疫專車 整個捷運線、捷運的規範 這一定要大家都一樣 不可能都不一樣 所以也因為資源要共享、政策要移植 所以今天也是利用這個機會 我們把一些雙方的首長都有討論差不多 把它做個確認 那也希望說我們可以平安度過這次的疫情 好 謝謝大家